作为华语乐坛的杠把子周杰伦 回顾他的四端恋情 便知什么是分手见人品 1.蔡依林 周杰伦和蔡依林因一起参加《我猜》而相识 情窦初开的两人 在主持人吴宗宪的起哄中 献上了屏幕初吻 当时的周杰伦刚出道 内心还有点自卑 总是喜欢戴个帽子 哭哭地不爱抬头 蔡依林在当时也很单纯 吴宗宪在两人之间牵线搭桥 制造互动让他俩碰出了火花 2001年 周杰伦刚刚走红 就和蔡依林传出了绯闻 两人并未回应外界的传闻 但却在演唱会中亲密互动 关系引人遐想 私下里 两人也有很多亲密合照流出 甚至还有搂在一起睡觉的照片 其关系照然若揭 一时间 双G恋受到了双方歌名的追捧 周杰伦也为蔡依林写了很多歌 可惜的是 当时两人的事业都处于上升期 双方都忙于各自的工作 最终这段感情无解而终 不知两人依旧是朋友 还是有什么约定 反正分手后 双方从未说过对方的坏话 印证了分手见人品五个字 后来 周杰伦和侯佩岑在一起时 蔡依林也大方送上祝福 不过她却拘不上侯佩岑的节目 也不和周杰伦同台 多年过去 蔡依林依旧未婚 还是那个独立特型的时尚女王 而周杰伦已经有了两个孩子 就像周杰伦写给蔡依林的歌一样 人生不能倒带 所以无法重来 2.侯佩岑 2004年 周杰伦上侯佩岑的访谈节目 瞬间就被温柔的侯佩岑吸引了 两人认识之初 周杰伦人气正旺 但因为性格原因 所以上节目很拘谨 而侯佩岑却很贴心 非常照顾周杰伦的情绪 还和他一起变魔术 节目结束后 两人私下联系颇多 顺其自然地走到了一起 后来 两人在日本同游的画面被拍到 周杰伦为了保护侯佩岑 立马开发布会公开了两人的恋情 虽然坊间对侯佩岑的评价不好 但周杰伦却从不避讳两人的恋情 直言 没有想到爱情来得这么快 因为都是名人的缘故 两人约会的时候总是躲躲藏藏 这样见不得光的恋情 让侯佩岑经常忍不住落泪 为了安抚女友的情绪 周杰伦在歌曲的MV中 经常会对侯佩岑表达爱意 比如各大MV中 男主送给女主的小熊 当年就是侯佩岑的最爱 比如歌曲《我不配》 便是为侯佩岑而做 但这段恋情到最后还是无疾而终 有人说 两人之所以分手 是叶妈妈觉得侯佩岑家风不正 所以坚决不允许儿子娶她 而周杰伦在两人分手后 从未提过这段恋情 仿佛从未发生过 三 田富珍 2006年 周杰伦被曝与田富珍同游 据说当时是田富珍23岁生日 周杰伦甚至没有通知工作人员 就一个人偷偷去见了田富珍 消息曝光后 两人的绯闻便开始蔓延 但这一点却不影响两人的合作 周杰伦不但出席了SHE无场演唱会 还不避嫌地邀请田富珍做自己MV的女主角 在某一场演唱会上 潘伟博作为助演嘉宾 在台上牵起了田富珍的手 结果演唱会结束后 阿拉对潘伟博说 你牵田富珍的手 小心周杰伦会吃醋 在演唱会的庆功宴上 阿拉特意撮合周杰伦和田富珍坐在一起 一切都有迹可循 然而两人还是没能修成正果 最终遗憾错过 此后多年 两人都对彼此尖口莫言 保持着良好的风度和人品 四 昆灵 美女主持 当红歌手都没能留住的周杰伦 在2010年 却爱上了一个18线小模特 昆灵 而这个小模特到底有什么魔力 竟然让天王甘愿将她娶回家 并宠成了公主 据悉 两人是在一场酒局中认识 性格开朗 可爱如洋娃娃的昆灵 一眼就被周杰伦相中 随后打发朋友 去要联系方式 当时 名不经传的昆灵 一点都不相信周杰伦看上了她 还怕被记者拍到 一直刻意跟周杰伦保持距离 然而 周杰伦却不是说说而已 一直很温柔细心地对待昆灵 最终 两人走到了一起 众所周知 想要做天王嫂 需要承受巨大的压力 而昆灵在和周杰伦公布恋情之前 不管谁言行逼供 从未透露过和周杰伦的关系 而且 昆灵会做饭 会做手工 还非常孝敬老任 哄得叶辉眉 也眉开眼笑 2015年 两人携手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周杰伦自从结婚后 完全退去了顽皮小子的模样 逐渐成长为了一个好丈夫和好爸爸 昆灵去参加时装秀 周杰伦放下工作去陪他 昆灵去参加跑男 周杰伦也全程陪同 昆灵去演电影 他也亲自盯着 昆灵受到舆论的攻击时 周杰伦也第一个挺身而出 为他撑腰 即使昆灵发个动态 周杰伦也必定会去点赞和评论 甚至于昆灵想玩cosplay 周杰伦也会奉陪到底 作为昆灵的丈夫 周杰伦给了他满满的安全感 如今的两人已经有了一儿一女 却依旧恩爱 时常晒全家福 真是羡煞旁人 希望这样的周杰伦能够继续保持下去 即使胖点也没关系 即使不发新歌也没关系 只要好好的爱妻儿 没事喝点奶茶 打个练球 粉丝们就很开心了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的在视频下方进行点赞留言 感谢您的观看